就在六四隔天 总统蔡依文还有副总统赖清德 分别接近了英国驻台代表唐凯琳 再度表达力挺香港的决心 但是非常罕见的副总统在接见外边的时间 比总统早了一半小时 而针对香港议题 总统强调自由民主是台英共同的价值 台湾希望与英国共同挺香港 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琳 英国驻台代表前来拜会总统蔡英文 台英两国同样关心 港版国安法通过后 香港最新变化 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台湾跟英国共享的价值 我们也非常期待跟英国共同努力 相挺香港人民 相挺主持价值 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英国曾经统治过香港长达99年 特别关注香港未来动向 因此英国首相强声宣布 打算提供300万个名额 让香港人可以申请英国公民 而台湾协助香港也提出人道救援计划 对于香港版的国安法 那么英国正在演绎因应的作为 台湾也启动了专案 将进一步协助我们香港的朋友 比起英国 台湾选择多做少说降低不必要的主力 英国驻台代表520后 前来拜会台湾政府元首 罕见副总统接见外宾的时间 比总统还早了一个半小时 英国在台湾事处 唐凯林代表 首次以副总统身份公开接见外宾 赖清德似乎还在适应中 讲狗一口气念完没有透过翻译 就在六四过后隔一天 政府元首透过接见外宾 表达台湾力挺香港的决心 东西新闻 中江有许多恩在台北报道